hello大家好 我们又见面了 我是最后教练 今天我们来拆一个顺风的快递 这个里面装的是什么呢 打开来看一看 还有一层 这么大个包装 里面只有这么小盒东西 今天我们来试试一下 这个在网上非常火的 那个毛巾卷蛋糕 我买的是抹茶味的 这个不用刀了 就这么一小盒的 这是一包抹茶粉 等会儿要自己撒上去 可以叫小盒的 里三层外三层的包裹 光这个包装就要不少钱了 还好没有画了 大家感觉这个东西 长得像毛巾卷吧 还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像 我感觉这个可能因为天气的原因 稍微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画了 不过没有关系 现在我们撒点抹茶粉上去 我怎么感觉我在胡乱撒 因为它没有那个工具 只能这么撒 随便撒撒吧 感觉撒了这个抹茶粉之后 这个蛋糕变得更好看了 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个 毛巾卷蛋糕 吃在这边吧 尝一下 没有我想的那么甜 太甜也不好吃吧 这个口感非常不错 刚想说没看见红豆 这就冒出来一颗 我本来以为这个蛋糕挺大的 到了之后发现 跟图片上真的差距太大了 不过味道真的没得说 还是挺好吃的 再来撒一点抹茶粉 给大家近距离的来看一下 可能不太好看 那么好吧 今天这个毛巾卷蛋糕就吃到这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如果什么建议或者意见的 给大家别论区留言 或者私信给我 那么好吧 我们再见吧 谢谢大家